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资其实现在算一算我觉得还蛮高的 就是如果一般我们说比如说老师好了 老师算公务员的 台湾老师是算公务员 因为是要考的 然后你看老师公务员 中国大学要是事业单位 国家的大学 那老师不算公务员 那算什么呢 老师就是老师 那不是咱们叫什么事业单位 对事业单位 那某种程度上也有公职 他算是国家机关的 但是他不算公务员 公务员 我理解公务员指的就是国 就是政府机构的下面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我们是军公教都算 就他们算是一个total package 就是他们很多的福利什么的 香港的大学的老师呢 他是跟随公务员的待遇 但他本身不算公务员系统 所以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现在这个 据香港文汇报18号透露 内地公务员加薪方案出台了 其中呢 最高级别正国级的官员 就最大的官吧 基本工资 我也才了解 基本工资从7020块 增加到11385块 然后最低级别的 你这什么意思 你觉得高了还是低了 当然太低了 太低了 最低级别的办事员 基本工资从630块 增加到1320 这连民工都不如啊 对 并从2014年10月开始补发 而且方案还明确了 今后公务员的工资调整机制 原则上公务员的工资 每年或者两年调整一次 我要说的是啊 环球时报有一个评论 环球时报这个评论的角度很有意思 他通过这件事要讲的是什么啊 就说民主这一套办法啊 不适合中国 为什么呢 说你看公务员加薪 这么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 互联网的舆论反应强烈 像往常一样支持的不少 但是吐槽的声音居多 他那意思 做这么一件有充分道理的事 要让舆论形成共识 有多难呢 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 发扬民主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 不听众声显然不行 可是任由不同意见争论下去 那你就什么事都别干了 这个效率太低了 所以中国各级政府啊 既要听民声 也要表现出决断力啊 把握这个平衡是很难的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恐怕就在于对这个难点的有效破解 否则的话 中国或者回到过去一切上面说了算 或者就是一盘散沙 社会运行效率连印度都不如 这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观点 他这里边讲到啊 他说 为什么公务员加薪 势在必行啊 他就说上一次公务员涨薪 还是2003年的事 想想看任何一个行业或者群体 如果十多年不涨薪 这能行吗 如果摊在你头上 你干吗 我都回答是 这能行 摊在我头上 我还在干 因为这就是枪枪三元形的命运 我们的这个加编费 真的就是十几年 一分钱都没有涨过 我们不还在干吗 中国的GDP增长了五六七八倍了 没错 香港的这个货币都 都升值还是贬值 来我们来挂头巾 来挂一下横幅抗议一下好了 对啊 这个情况我们 钱是不涨的 干不干呢 早样干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凤凰卫视的公务员 接下来我们会涨300块左右 平均是300块 平均涨300块 就平均涨 徐老师支持吗 你说公务员涨薪 对啊 当然支持了 这点小涨的 但不解决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公务员的贡献 跟他的收入不成比 第二 他的正式的收入 跟实际的收入也不成比 所以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是 你说这个国家领导人 才一万块 我们学校的助教 每个月四万块 我们学校的助教 就要比国家领导人要多三倍 太不公平了吧 对不对 太不公平 这个天理啊 这个天理太不公平了吧 对不对 搞得国家领导人 都成了需要救助的对象 对 对 特首挣钱多 是吧 香港特首听说比美国总统 挣的还多 应该几十万一个月吧 大学校长去我知道是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一个月 大学的香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吧 大学的教授呢 多了能到十几万 就是教授多到十几万 但一般的话能到十来万 助教起薪是四万多 那么校长呢 就二十几万 特首之类呢 可能再多一点 但是也不会 但是你要知道 以他们的权利来说 他们如果晚上去吃饭 周围的这些人 跟他们一起碰杯吃饭的人 都是几十几百个亿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权利 说实在话 他要是愿意 他要是把那个某一项政策 某一个什么东西 跟你讲一下 你又是多少个亿可以受益 所以他们的权利是极大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个公司 哎呀 我觉得反正我也不知道 该想什么方法 但是肯定该加 但是这家也没用 我看了一下他们说争议 就是很多人都说 确实应该是要加 因为这个物价飞涨 你看很多 比如上海北京的年轻人 第一份薪水 可能就比刚刚这些 这个第一线的这些 公子人还要高 可是很多人是说 因为他这些有分 比如说级别 跟你的职务 然后再加其他辅恤 但是因为级别 可能比如说你要做到某一个级 你才可以领到这个钱 所以大家就拼了命 就说我要当领导 因为原因是这样 我才可以领到比较多的这个钱 反正是你做好你自己的职务 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 然后变成是说 它的整个薪资结构 是有问题的 其实中国呀 什么事也是要看气氛的 我就觉得就说 这个很多时候都要看这个一个 一个气氛 适不适合推出 所以说环球时报说的太简单了 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是 以为是那样就那样的 都不是想当然的 哪怕是大家都觉得对的一件事 他什么时候推出 也是要讲究逻辑的 你比方说我隐约感觉到 他还是有个次第的 就是比如说 这几年反腐 反成这样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不准吃喝了 三宫这个受限制了 对吧 已经有些地方开始出现说 官不聊生这种声音了 对吧 甚至就说有些时候说 少数地区吧 公务员队伍有这个人心散了的危险 对吧 你看他这么 他先反腐 你想这两件事 也是当正折 给反过来 那就炸了锅了 对吧 他先是反腐 然后在这个时候说 而且这个时候好像还没 还不是说正式的 这个公布的一个定案 他也是试探 放出这个声音 我们看看社会反应 怎么样 是不是 而且这个中国的什么事情 都是击中难返 你 我现在有一个感触 徐老师 我现在发现 有时候人生活里 有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你知道吗 年轻的时候 会很喜欢跟别人解释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有一种人生体会 就是有些人问我 我会说 让这个事过去 让这个事过去 因为我现在发现 太多的事情 是属于一部二十五史 不知从何说起 比如说你跟公司之间的 恩恩怨怨 对吧 你就说 你是有理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事 跟他说清楚 咱从哪说起 从哪年开始说 如果不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 从头说起 怎么能讲得清楚 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觉得 别人误解你就误解你 你永远不可能让别人都理解你的 你没法无从说起 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从哪说起 比方说 公务员 大家反对给你加薪的理由 都很明白 你出了那么多贪官 对吧 公务员有灰色收入 公务员有什么养老保险 现在这个养老保险 公务员好像得自己交了 对吧 公务员你有很多保障 你等等医疗 对吧 好 可是公务员有很多 90%的公务员 是基层的这种小公务员 邮电局里的站长也是公务员 他们也许很多人 简直就是弱势群体 或者说他不见得贪 对吧 所以你跟这个问题 确实是特难分辨的一个问题 那个公务员 我是不太熟悉 但是大学教师 我发现内地这些年来 摸索出一条路 把一些问题得到了实际的解决 比方说我刚才讲 香港的大学老师10万 那十几20年前的时候 内地大学老师是几千 一两千 那这个真是不通嘛 所以那个时候说是什么造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弹的等等 但现在的大学教授呢 你去问呢 他们的实际的工资呢 可能也就不到一万 几千到一万 但是呢 他有上课的津贴 加上了上课的津贴以后呢 然后他有很多研究项目 申请到项目呢 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的项目啊 自己不能用 他的项目呢 就可以不是自己用 但是他可以拿来 变成他收入的某些用处 所以家家弄弄呢 我问了很多我的同行啊 现在每个月算上两三万的 也不在少数 那等到他有的两三万了以后 你跟香港的十万的差距 就变得非常少 因为香港的十万 你有两三万去交税 对 然后楼又那么贵 等到你每个月用的钱 可能也就是两三万 所以我从大学的教师的 这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状况的改变 工作跟收入的实际的 名副其实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是内地公务员改革的一条 实际的路子 而不能说寄希望他们一定要 要去贪污 那个肯定不是一条路 就是说还是要有很多的实际的好处 但是合法的 对 因为如果没有好处 大家就不要当了 像今年最新的一个 大概四月份的一个调查 就是职场的调查 高达一成的这个 就是公务人员要转职 就是他们愿意去转职 转去互联网 去其他 因为他们觉得当 这样工人没有油水 没有保障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 还是先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什么市場 伟杰给我们介绍台湾的情况 台湾每次公务人员 就是公务人员加薪就两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如果公务人员加薪 一般的企业才会就是说 那我们也加薪是一个指标性 可是因为台湾的太长选举了 所以每一次在加薪之前 都刚好是选举的前一年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执政党在执政 他只要喊出加薪 大家就说你绑架名义 你是为了要胜选 所以才喊出加薪这件事 所以每一次要 加薪是在选举的前一年 就是我现在喊说公务人员 从明年的明年季度开始 可以加薪什么什么的 那刚好明年投票 那么这个加薪的措施 就有利于现在执政的这个党 对一方面是这个 还有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 就是我绑架你的名义 如果说今天我换党做的话 对方如果不帮你加薪 或是我讨好你的这样子的策略在做 所以永远加薪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现在就是在前几天 这个台湾新政院就说 今年公务人要准备加薪 因为社会收入提高点点点 然后企业加薪 然后民营党发现就说 因为明年要投票了 所以你们现在加薪 要抢攻公务人员的票仓 他太多的政治意味 反倒是掩盖了说公务人员 他到底不应该加薪这件事情 你说你们有没有碰见过 就说这世界上有没有老板 主动的想给员工加薪的呢 有之前我之前有一个老板 我忘记是在美国还是在哪里 他自动减薪75% 把所有的现金钱 全部都分给员工 集体加薪 最暖心的老板 就确实是有这样 他是得了什么病吗 没有他就根据一项 根据一项研究 就说人收入在某一个层子的时候 他是最快乐的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薪水 降到这个最快乐的程度 最快乐不是越高越快乐 而是他有个点 我忘记是一万多美金 还是缩少的月薪 我有点忘了 他就把这个全部都回馈给他的员工 请他到大陆去到处去研究 他这个研究数据可能是他员工做的 员工私信给他 对对对 那个上次那个谁也加薪了 那个富士康那个老板叫啥来的 郭台铭 他就是因为台湾受刺激 台湾的大学生只有22k 对 就是两万二 台湾的大学生毕业以后的人共是 两万二台币 台币啊 两万二台币就等于 大概是五千港币 五千港币 那就等于四千人民币 你你想 现在你在北京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他们能赚到五千人民币 他们还是怨声载道 说物价很贵 但是在台湾的出租车司机呢 也是差不多五千人民币 你要想到他的整体的物价又更高 所以台湾的这个 后来好像郭台铭给他 给年轻人是吧 大学毕业生抽出多少 三十万多 对好像加上来 应该加了几千块 然后还有曾经 就是当他宣布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其中有个他子公司 有的七个员工还是什么 就写信跟媒体报道说 没有啊 我也没被加到这么多 什么什么 然后就媒体就爆出来 然后郭台铭 什么家公司没加 我也加就把他们加去 这是一个指标性 当然也是一个姿态 所以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因为我就觉得呢 管理层会议就去哭 就是周围的朋友 我反正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我碰到的老板主动 想到给员工加薪的少 包括我周围的朋友 一般你问他们 大幅度加薪的经历 都是属于拍桌的瞪眼型的 就是属于再不加 再不加不干了 就往往又闹到这样的一个 国内我有机会跟一些厅局长 就是蛮高级别的官员吃饭 我就讲起我们那时候朋友潘杰 他做一个副局长 他每个月是21万 我就告诉他们 我就说一个副局长 因为国内很多局级干部 我就说香港的一个副局长 一个月21万 我以为他们听了会很羡慕 没想到他们那个表情是 那个表情是很不虚一顾的 就觉得太少了 因为他们不是 他有别的收入 他做到了一个 你比方说香港的一个局长 就等于是比方说广东省的一个 一个厅长 或者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想他下面多少项目 对不对 多少项目 他听说你现在什么 一个月20万港币 他们那个表情 我的印象非常深 这一年就过去古代讲 这个什么一年清支府 十万雪花银 那他是另外 就是这种 其实在中国 就是当官的 不从自己这个本职的工薪当中 成为他收入的大头 好像有历史传统 对 中国古代就历朝历代 大量的这种 但问题是 现在的当权的干部 真的是不从他的职位上多拿钱的 你去查他肯定不多拿钱的 多拿钱是他周围的 远的亲人朋友同乡 这些人要拿他挡一挡不住 现在上海有个规定 韩正宣布 说上海市的干部 他们的子女 不能在上海经商 可以在别处经商 你能进 你要有基本人权吗 当然了很多人 马上就解读出来说 他们可以到别处经商 而且别处的干部的子女 可以在上海经商 你看任何积极的措施 人家是好意了 人家真是一个很大的一步 你要想想 你上海的官部 现在在上海外滩 开了一个很大的什么什么 现在被你一指令 我就要去搬到江苏去了 我也很痛苦啊 对不对 你们还嘲笑他们 这要是西方国家呢 不能禁止的 当然不能禁止的 你再当官的 他的家人 亲属 他做生意 做得太大 那是布什那时候做总统 老布什高尔夫球场 还开到上海来的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里边就显出 我们媒体有用了 他有这个新闻监督 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以保全你的亲戚的人权 比如说你可以弄 你可以弄 但是你这个成本非常大 你比如前几年那个特首曾音权 你记得吗 对 特首曾音权 他大好像是做灯泡的 是吧 他是做灯泡的吧 反正是某一种照明 类似于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 也许没事 但是呢 媒体就像狗仔队 盯着明星一样 盯着你这个当官的 就说 你某一项政策 那么跟你父亲所干的这个行业 有关系 你曾音权就吃不了兜就走 美国不能够 西方国家 他不能够明文规定 说你当官的 你这个家里的亲属 就不能做生意 对 但是禁止的是 你的职权 跟他的生意中间 有没有利益的交汇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要查 中国呢 要么就是完全禁止 要么就是无法查 而且大家就 这个彼此哈哈 都谁都知道 所以这样 你觉得就最近 不是在聊什么 老说证明什么 你妈是你妈呀 之类的 这种新闻就特别多 就说咱们现在 这个银行啊 包括公家机构啊 办个事情 结个婚 都弄得人都不想结了 盖多少个工章啊 或者要检查 你要哪办到一点事 银行办到一点事 你得出具多少个证明 你跑了一个礼拜 你都提不出这点钱来 好 其实我觉得 有些情况下 他就是需要证明 这就是现代社会 一种管理 需要证明 要不知道你是谁啊 就有时候需要证明 你是你 但是问题在于 我有时候发现 我们啊 很多设置啊 是出于一个防患于未然 就是之所以要你 这么多的证明 是为了啊 让你啊 这个没有可能 这个这个骗我们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又想起 我在美国的一些经验 我在美国有些地方 比如海关过关啊 我有时候都觉得 骗他们很容易 他有时候甚至 不要求你出什么证明 他就是你说 你说哎 你你你你你 你比如说纳税 比如像香港就是这样 你不纳税 对对 你少报 你少报 我跟你说 一百年可能也未必查得到你 但是为什么 你没有人敢少报 就是因为判得中 对被抓到一次就死定了 他是后果管理 就是说哎 你你贪官官员 你经商是吧 你一旦被发现 你永远载入记录 然后你就彻底完蛋 就是你这个代价 他是这么一种管理 中国是只要你后台硬 你是不会被发现的 后台不硬 你不做也被发现 后台也倒了很多 墙墙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现在都在说这个高薪养莲 新加坡是最典型的例子 是吗 对新加坡的文官体制 他们是走精英制度 可能要筛选到最后的 比如说可能百分之十 他才可以来新加坡当官 然后他们的薪水 可能比一般公司的CEO 都还要高 就是高到说 我不需要贪污 我赚的就是这么多 而且我如果贪污 我的成本太高 对 这个可能会被编个几下 或什么之类 不是就开玩笑 但是很多后续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对新加坡高薪养莲 实际是个误会 说新加坡实际上不是高薪养莲 新加坡的高薪 是为了吸引精英治国 因为精英 人家不一定到你这工作 跟香港相似 对吧 然后也有些人说 说是你看中国历史上 有两次高薪养莲的尝试 一次是宋太祖 宋太祖改变第一缝录制 发布叫做省官义奉照 就是后薪养莲 结果财政负担增加 官员贪腐依旧没有成功 宋太祖的没成功 另一次是清朝的雍正 雍正元年实行养莲银 就养莲的银子的制度 也是想高薪养莲 对吧 官员获得的养莲银 是基本工资的10到100倍 就雍正的时候 但是事与愿违 清朝地方贪腐 仍为史上之罪 历史悠久 我觉得不是太大的官 权力不是那么大的官 高薪养莲有用 就像比方说 我刚才讲的大学教授的这种例子 就是一般的这种处长 大学教授 那些位置 他本身游水也不那么多 官员中的中产阶级 对 而且他本身 他的资源要拿来赚什么 多少亿多少亿的 机会也不那么多 他平常要赚 也就是赚个几十万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他犯了归了 他要丢掉他这份位置 就好像香港的教授一样 比方说学生要送你个礼啊 跟学生做个什么事情 老师就会像我 犯不着 对不对 我这个东西 我有所顾忌 我觉得有用 权力太大的官员 只能靠罚 不能靠养 对 就是说他如果他的手下 一个项目一松 能有上亿的进账 那你养是养不起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靠 靠就是王岐山了 只能靠 你说 只能靠王岐山 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小官不见得 靠高薪可以 你看我们最近看到 很多的贪官都是小而富 因为他只手遮贴 什么春书记啊 对像北戴河的那个 那个处长那种 那种是奇葩特例 但是我只是讲一般 我刚才还不讲大小 还是就是有油水跟没油水 就是没有太大油水的 就是养了人就养得起 太大油水的 不能单靠养 还得搞棍棒 就是胡老婆跟大棒啊 要有各有兼用 对于教授呢 以胡老婆为主 教授 对于那些文教出这种 就是你的进出 钱款不那么大的 胡老婆为主 你这个观点啊 这个从反腐的角度来说 缺乏说服力 因为你有利益冲突 对对对 要利益回避 要利益回避 你说教授什么胡老婆 对对对 我们就是胡老婆就跟你 那我要说主持人也应该高兴 那也很合适 也应该胡老婆 对对 我觉得也对 我觉得也对 这就没有说服力 我觉得我觉得哈 比方我们不讲教授吧 一个医院里边 你医生呢 高兴就有用 但是如果是院长 他负责买医疗设备的呢 我觉得就得靠贵 你养是养不起 因为他一套设备进来 他的利润可以输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